好,继续 长路奉献给 不能再唱这首歌了 连续几个教学视频都用这首歌做示范 听得都快吐了 那我们换一首 成都 这首歌你也要试试看 先从呆呆的变成不呆 呆呆的话就是说 你每一个和弦都弹固定的 2,3,2,1,2,3 比如说 让我掉下眼泪的 不止昨夜的酒 让我 1,1,2,3,2 1,2,3,2,3,2,3 1,2,3,2,3 1,2,3,2,3 其实 你要说它呆呆的 其实也没有那么呆 就是说 它只是比较固定而已 我可以认为它是比较低调 跟朴素 跟不炫耀 所以如果以后你这样谈 有人说你呆呆的 你就跟他说 你才呆呢 我是不炫耀 当然如果你自己也受不了了 那我们就试试看怎么变 有几个变法 第一个就是 你不一定要R3,2,1,2,3 你可以换 比如说 R,2,3,1,2,1 或者是 R,1,2,3,1,2 随便 每次可以不一样 在第一下一定要是R 如果你不知道R在哪里 那个跟音在哪里 可以好像我发现一个跟音表 然后这里面的那六下呢 你可以空掉一些 比如说 你可以选择弹得很满 你可以选择弹得很松 这个自己决定 然后再来呢 就是说你可以试试看 在这里拍子里 弹得不要那么的规律 你可以有时候拖拖拉拉 我发现我每次拖拖拉拉的时候 我肩膀就会举起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再来就是 你可以左手加一点装饰音 装饰音怎么加 你可以喊我发你一些图 或者是你就试试看 二弦的空弦跟异品 作为装饰音 好 我现在弹一次 我先弹得呆呆的 然后第二句开始 慢慢加点东西 你可以观察我的肩膀 如果翘起来就代表 我就在那边拖拖拉拉了 好 开始 让我掉下眼泪的 不知昨夜的酒 让我依依不舍的 不知你的温柔 一路还要走多久 你站着我的手 让我感到为难的 挣扎的自由 人别总是在旧月 你十四年的重 旧冷律的垂润 亲吻着我额头 我发现我现在老花眼 有点严重 歌词都看不到 我放大一点 或者我直接唱副歌好了 对 还有个技巧 就是你唱歌的时候 不一定要那么的工整 比如说 这就是比较工整 你可以试试看 在节奏不变的情况下 你唱歌忽快忽慢 当然这招要慎用 如果你常常用这个 会被打 台下会打你 而且会太油腻了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 走一走 有没有发现 我有些地方 就是故意晚一点进来 显得比较神秘 但其实有点恶心 但是你可以试试看 直到所有的燈都熄滅了 也不停留 或者是你可以提早出來 和我在成都的街頭走一走 會有點好玩 但是你不能整首歌就這樣唱 会被台下打 这个我可以确定 虽然我没有被打过 但是如果我在台下我会打你 好 就这样 好